鉴定一下养生粉丝的毒手 这是一条被打死的黑白环的蛇啊 从图片中看这条蛇后半截似乎是没有白环的 而前半截的白环距离又比较宽 我立马想到的是无毒的细白环蛇 他就是这种前面有环后面没环的 但考虑到是蛇咬伤必须得非常谨慎 于是我问他这个人是不是没有任何症状 因为我自己也被无毒的黑背白环蛇咬过 除了一开始牙齿扎进去使会痛以外 真的是没有任何症状 而银环蛇咬人一般30到60分钟就会有明显的感觉 比如头晕乏力麻木等 不过他那边好像已经按照银环蛇咬伤处理了 打了银环蛇血清 麻烦问下 坐标江西省辅州市 晚上被咬了 看不到样子 20分钟左右症状明显 肿胀加上出血 暂时没有头晕的感觉 这是伤口附近的照片 伤口在食指上 一个很小的点 总就近的医治点 用的是腹蛇血清 现在还在等情况 这是一个既没有拍到照片 又没有看到样子的案例 属于最棘手的类型 首先要知道江西的毒蛇有哪些 中国十大毒蛇 基本上都有 是一个很大的范围 那么得先从磕上入手 因为抗毒血清的使用 如果把磕搞错了 可能一点效果都没有 这个就得从症状上分析了 我们看一下它的描述 肿胀加出血 暂时没有头晕的感觉 注意啊 没有头晕的感觉 我们可以直接排除眼镜王蛇 因为眼镜王蛇的神经毒性是很强烈的 而其他眼镜蛇克里有明显局部肿战的周三眼镜蛇 咬人一般会发黑发紫 且不怎么出血 他的伤口不太像 随后我问他是不是伴有局部疼痛 他说从伤口到整个手都有点 那大概率是短尾腹或者竹叶青咬的 我自己就被竹叶青咬过 症状跟他非常相似 所以用腹蛇血清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后续出现临续异常 要追加五步 不是约青 哦 主您好 我妈妈昨天傍晚六点多 被蛇咬了 没看清是花纹和头型 依稀看到是黑色的 我妈被蛇咬了之后 太害怕也没来得及拍照 医生判断不出来蛇的类型 想麻烦您帮忙判断一下 或者猜一下 是可能是哪几种蛇 是在广州农村的田里被咬的 傍晚六点多咬的 天色不好看到 只能模糊看到 是黑色的蛇 大概一米长 又是一个没有拍到照片的案例 不过起码知道蛇是黑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伤口照片 在牙痕周围没有明显的发黑发紫 不像是奎科毒蛇咬的 然后症状除了有点头晕以外 没有任何不适 随后我看了一下 她妈妈的详细病例 是被蛇咬伤 导致右小腿流了一小时的血 头晕可能是受到了惊吓 也可能是流血导致的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异常 那么从以上症状来看 我们可以直接排除 黑色的眼镜王蛇 周刃眼镜蛇 以及银环蛇 剩下的毒蛇里就没啥黑色的了 为了以防万一 我还是给她看了一张白头盔的照片 其实白头盔的咬人症状跟她是不符的 但还是看一下比较好 果不其然 她妈妈说不是这种蛇 更像是狸蛇 也就是水蛇 要知道水蛇是微毒蛇 咬人也就局部红肿 不太可能让人流一小时的血 由于症状实在没有展现出来 一切都很难说 不过从目前的表现来看 已经不用担心了 她妈妈的症状是非常轻的 这是一个广西的医生问的 可能是有人被咬了吧 但其实这玩意儿不是蛇 而是一条细脆蛇蜥 属于国家二级宝洞 没得到不用惊慌 这是一个贵着的医生啊 仔细看这条蛇头部三角形 稳端上翘 身上有稀疏的三角斑稳 毫无疑问 这是一条五步蛇 诶 这时候有人要说了 五步蛇不是深色的吗 这玩意儿是白的呀 诶 五步蛇小时候就是白的 颜色非常淡 所以年龄增长会逐渐变深 所以这就是一条右脸的五步蛇 得用五步蛇血清 目前患者的手指头已经全黑了 这坏死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啊 而之前我接触了三个 被右脸五步蛇咬伤的粉丝 他们都没有出现坏死 而是不停的流血 表现为灵血异常 这说明五步蛇的毒 也是存在显著地理个体差异的 有的坏死厉害 有的血液毒更强 这是一个湖南的急诊科医生求助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视频 仔细看这条蛇通体黑色 在颈部两端有白色花纹 显然这是一条周扇眼镜蛇 医生表示非常恐慌 因为他从夜半要从这里过路 我说离得这么远 看起来没有被咬啊 他说有个人被咬了 还在做10过来 他不会处理 而且他这里是县医院 没有抗毒血清 于是想直接给患者转到市医院 我说得先局部排毒 不然坏死了 因为周扇介绍毒液中 还有大量的细胞毒 后面就是直接给他转到市医院去了 120生也做了局部排毒处理的 这里有医生说 患处近心端局部压迫下捆渣 我说不捆 为什么呢 因为周扇介绍的大部分神经毒 对人类受体亲和力较差 也就是说周扇介绍咬人 通常神经毒性并不强烈 主要就是细胞毒造成伤害 而细胞毒在局部就已经起作用了 根本扩散不到哪去 没有必要捆渣 可能反而会加强细胞毒造成的局部坏死 这是一个浙江的医生 由于老人的症状只有局部肿胀 不太确定是哪种蛇咬的 但老人字数是五不蛇 我们来看一下他伤口的照片 这两个大牙刀的牙距实在是太宽了 更像是被咬了两口 然后我问他有没有出血不止 他说没有 青创完就不怎么出血了 那这应该不是五不蛇咬的 因为他的伤口既没有发黑也没有出血 要知道五不蛇嘴中存在非常多的抗拧血和抑制血小板聚集的成分 其中由于血小板糖蛋白6和胶原结合的 它可以降低信号通路阻碍血小板的活化 有抑制ADP诱导血小板聚集的 由于糖蛋白1B结合 抑制血管性血有病因子 与糖蛋白1B相互作用的 有附着于活化10因子抑制凌血酶原激活物生成的 有直接作用9因子10因子抑制其活化的 除此之外还有鲜溶酶原激活物 它可以激活鲜溶酶原形成鲜溶酶 溶解纤维蛋白 最后就是内凌血酶 它可以裂解纤维蛋白源生成不稳定的纤维蛋白 从而对纤维蛋白源进行消耗 综上所述 无不是要人很容易导致出血不止 就算存在毒液变异 坏事和出血至少得占一个 所以无法确定是五不蛇所伤 再结合它仅有的局部肿胀 用腹蛇血清是对的 不过老人对抗毒血清过敏 脱敏注射也过敏了 这个确实没有办法 好的 如果你觉得视频学到了知识 还请给我点个免费的三连 谢谢